未活埋的世界 未看清楚就了解 困局從不見怪 活結果自動去猜 車邊界百萬個神態 誰去理解 亦拼命去避免挫敗 結局從福看透 任我這一生背棄 各種的債 歡迎大家今天來臨EMX 出席由The Club 呈獻 萬希全中標人公司贊助的電影 廉政風雲 煙幕的秀英禮 唱這首主題曲的時候 自己的心情跟平時錄自己的歌很不同 錄自己的歌自己和監製收貨就行了 錄這首主題曲最重要是 導演和監製收貨和幫到電影 最重要是 故事其實是很多年前的 是 差不多是2003年 香港當時有個案 是ICAC法定的案 就是告一間煙草公司 賀魯海關 終於大概兩年前 有一個機會 我自己可以進去ICAC 跟他們做了一些研究 發覺裡面的人 原來很有趣 終於寫了這個故事 最大的挑戰就是 挑戰這五位演員的演技 是 挑戰真的沒有 是 反而覺得這班 這麼優秀的演員 是福氣來的 其實很簡單 大家看看海報 你知道我灰灰暗暗的 一定是搞事那個 可以和一班這麼有份量的演員 和這麼多位影帝影后合作 是理學的 我覺得第一天開工很開心 因為沒有對白 我說這樣就下班了 導演 然後第二、三天 就有點禍禍 很多話要說 導演說是和青雲合作 我覺得很開心 很想再一次 這麼久沒見 想看看他如何 那就加分 不用多說了 大家都知道他是一個很出色的演員 但這部電影最特別的地方 其實我沒有跟他對手戲 是開心還是覺得失望呢 又不覺得開心 但又不算失望 其實我和青雲同場的戲 只是說了三天 但我和嘉賓 就是在澳洲有一個月的時間 那夠不夠 都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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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戰我想是 講述整件事的一些 較深入一點的 無論在ICAC 或者在CN集團洗錢的過程 那場戲是比較複雜的 乾杯 預祝賀碎片 廉政風雲見望 漂房大賣 口碑偏串城 乾杯 我以為我一生悔起 各種悲哨 各種悲哉